就能期待多时的基隆捷运计划综合规划案第一场公厅会 4月26号在七度正式召开 立法人蔡司应特别在公厅会前夕 邀请中央主办单位交通部铁道局长武胜元到国会办公室 了解规划内容 并提供他在地方所收到市民针对基隆捷运的各项意见 要求铁道局在公厅会务必与地方政府好好沟通 也要广泛收集各方意见 那市民也把在这个过去当中 市民比较关心的几个议题会整给我们交通部铁道局 包括整体的路线的安排 还有民众关心的预算的问题 还有甚至在未来第二阶段基隆到巴督的问题等等 那这些议题市民都有把相关的民众的意见会整起来交给 我们交通部铁道局的人也请交通部铁道局未来 在简报当中能够完整的一面来说明 或者当天有市民在询问的时候 交通部铁道局也能够就这些议题能够充分的回答给大家知道 其中针对基隆捷运第二阶段巴督到基隆段部分 在蔡世英争取下铁道局方面原则同意 由中央出资为请基隆市政府进行路线等评估案 希望让基隆捷运能早日衔接市区 发挥更大的交通与经济发展效应 蔡世英表示 基隆捷运对基隆未来发展有相当重要的影响 不但是划时代的建设 也是基隆迈向首都港口城市的重要里程碑 它会持续要求铁道局在北北基三场工厅会结束后 仅速汇整相关资料 让行政院早日核定基隆捷运综合规划案 记者张旗腾台北报道